去挖筍,我爸爸说看一下蜂 哇靠,我是很害怕的 不咬一口,我爸爸不害怕 我很害怕的 去挖筍,他说看一下蜜蜂做的多不多 我们先开始挖筍,先找一下 这个你看,这山 跟野猪跟过一样,这块没有 因为这块比较光嘛 就跟跑地一样,全部跑过来 所以现在冬筍会越来越贵 尤其到过年,最起码十块以上 现在冬筍也不好挖了 好长时间没有下雨了 再靠雪吧,原来 这好陡啊 这里走这一棵了 他的木边弄挖了 这个比较难挖 挖哈边挖 旁边挖挖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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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生的笋都不怎么大的 都是石头 石头缝里呢 这笋生的也辛苦 转弯 反正顶 要把这个石头顶上没有顶起来 三根一起的 很小的 今天太晒了 很小的 今天太晒了 太小了 昨天是挺大片的 我们把它挖掉吧 好小的一棵 你看 好小的一棵 挖掉挖掉 我爸爸还在下面 他说他在那个下面找到一棵 嗯 都是死掉的 这个 去年太晒了 哎呦 挖的 你看 嗯 挖的这个 很大一棵 有木变的 那你板的 看到了吗 这是之前应该脚踩过的地方 那里一根 但是很小的 因为我看上面都没有毛的 很小很小的 光滑的很的 一般毛竹笋上面很光滑的 那种都是很小的 就那么大的 把它挖上来看一下 没错 就只有这么大 因为它身上没毛的话 就说明很小的 但是逐渐也看得出来 它这种笋 虽然别看小 它肉应该是比那种大笋的肉 出肉率还要高的 这临近过年了 这笋是越来越难挖咯 老师傅都没用了咯 一下午就挖了这个 这个还是乱跑跑来的 怎么乱跑呢 就没注意一下挖来的 一出头下去 然后半个 在这个我是整片挖的 因为这也小掉一点 但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上面这边 没事可以没事的 在这几颗 老师傅都没用了 还是66狗比较好 66狗 逼逼 哈哈哈 哎呀 我挖了你看 这手都 起茧子了 太难了 今年雨笋太少了 主要是雨笋太少了 那个冬笋呢 一下 一下上不来 生不出来 像这种的 都离地有差不多 比这个还差不多有这么多 有湿头那么高了 所以今年的冬笋 到后期特别难挖 之前挖的冬笋 特别小 不像之前那些 就是那些什么广东啊 福建啊 湖南啊 还有别人专 专门 他们会在那个竹林山上 撒水的 有水 那个竹子会 竹笋维生的很快 也会提高那个笋的产量呢 他变变 对吧 变变 过来 哈哈哈 好了那今天就先这样子了 今天没有挖到多少笋 在今年的天气太晒了 先这样子吧 好 再来 怎么回事